兄弟们 2022年最倒霉的死仪新鲜出炉了 被新郎新娘一顿炒作 两千余元的围款没了 听听死仪怎么说 我当时要离开 后来新郎就去吃饭 新娘就说我不开在那个美桌上 实际上两个不清楚身份的那个人 那两个人走了以后 新娘刚才看到我和我助理坐在那 她已经吃力了要扣卡了 就不跟她要了 关于这个事 网友们的看法啊 各有不同 有人觉得既然吃饭了就改付钱 也有人觉得谁家结婚还擦爽快日 愿意吃饱了再走 很正常嘛 不应该付钱 我感觉这个事啊 并没有那么简单啊 按照死仪所说 是新郎邀请他们吃饭的 然后新娘又以他们吃饭为由 扣掉了围款 会不会是新郎和新娘 这个里边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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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这么瞎想 哪有人会这么损 我估计啊 是新郎邀请四姨吃饭后 自己就喝着我睡觉去了 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 不过问题又来了 等新郎直到新娘 因此扣四姨为款后 两口都会不会吵架呢 算了算了 咱还是别瞎想了 最后咱祝福二位新人 福如东海 瘦笔南沙 年年有金 哎呀